太湖家居处 毕竟在源头 神园路湖 包运无约 百年横云 盛尽天乱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源头祖风景区 管理处主任史明东 欢迎大家来到太湖自办的 山水旅游度假圣地 无约源头祖 源头祖建于1916年 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他横卧太湖西北岸 独占太湖最美的一脚 行脏酷使神规昂首 元是龙生九子子一 源头祖因此而得名 接下来呢 我请大家与我一同穿山林 登陆顶 共赏源头祖秀礼风光 第一站啊 我们来到了 源头祖趁机最美的景点 樱花谷 自三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源头祖就开始种植樱花 随着不断的发展 已改造 终日樱花友宜林 陕阴楼等陆续建成 目前 源头祖种植樱花 三万多颗 有上百个品种 每年樱花季 这里吸引着 全国各地的游客 慕名而来 感受 如被牡丹 建海棠 冲锋采取雪吹香的美妙 除了散花油园 樱花山庄也不弄错过 我们更希望 您能玩在景区 吃在景区 住在景区 全方位来体验 源头祖山水樱花的各式之美 离开了樱花谷 我们一起来体验 野岸头祖的最高点 鹿顶山 向传了南极仙翁的坐姬 仙鹿 由于触翻了天条 被仙翁一巴掌打下云头 仙翁在圣鹿之下 用力过门 在路头上留下了五个手指痕践 在手指的两边和中间 举出了六个小包 仙鹿在降临房间时 看中了景色秀丽 水草丰美的太湖 在太湖边 画成了一座美丽的鹿顶山 后人根据这个美丽传说 在鹿顶之上 树群鹿雕像 造悠悠之亭 取诗君中悠悠 露鸣之意 登山鹿顶山 祖风之巅的苏天阁 渴望太湖烟波浩渺 往黎湖流水涟漪 凌列一山观两湖的 专美风光 默默地清泉 静磋至幽过的延续中 空气使十分清冷 这里是源头族江南南苑 真如郭沫路张勇的那样 南苑之内千余种兰花 暗向浮动 满沿静止 清雅秀礼 所以这里又被称赞为 幽金风放 必以诗源为巨帛 秀片刻之后 你可以称作 七尾范场 泛走太湖 听元祖称涛 观万烂卷雪 跟着牡牙时刻 寻历史中介 看烟雾弥漫的山山岛 恰是仙境 山山岛说有秀气 灵气 仙气 三气和也之说 说它秀气呢 是因为行小 独山 像神龟 静佛 龟在中华古老文化中 有迹象 有迹象长寿制造 所以呢 它与源头组 独山 及鹿顶山一起 被大家视为 圆 牛 鹿 贵 四大内寿 而山山山的仙气呢 得与江南多雨 它在云雾细事中 落影落现 诗诚诗诗福 你可以静静联想 同来仙境的美好 岛山景观众多 妙不可言 建议您慢慢来体验 探索 太湖明珠 水运无歇 独彩原祖 四季如画 这里就是 无歇太湖 源头组风景区 欢迎您来这里 我就是你们的导游 一起来共享太湖美景 聆听无稀故事 敬享江南生活